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履行一名军人应尽的义务 在新疆塔城 新疆军区某边防团新兵营 为数百名新兵举行授权仪式 为了给新兵们一个惊喜 新兵营党委邀请了新兵家长 前来参加授权仪式 亲手为自己的孩子带上闪耀的军衔 家长们的内心感到无比激动和自豪 经过这几个月的历练 我终于从一名地方青年 真正的成为了一名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人 在未来呢 我会言于利己 严守纪律 努力的做一名合格的士兵 在武警山东总队 两千多名新兵被授予列兵军衔 在新兵们军旅生涯的重要时刻 九名新兽贤的女兵收到了一份特殊的礼物 新兵骨干们专门邀请她们的家人录制了祝福视频 让女兵们在这个特殊的日子收获了更多的感动 从小我对那父亲居少离多 一开始也是不理解 今天听了爸爸的祝福和鼓励 更加坚定了我在部队奉献青春和热血的决心 与此同时 武警辽宁总队沈阳支队新讯大队创新形势 举行了携手奋进强军新征程先进典型世纪报告会 六名基层优秀官兵代表上台分享自己的军营历程 为新兵树立军旅生涯 看得见摸得着的榜样和目标 在报告会后 六名代表还走进班牌 来到新兵中间近距离与他们分享自己的强军故事和亲身经历 面对面激励他们不断挑战自我 激发内在潜能 提升自身能力素质 以后我一定会更加刻苦训练 提高自身素质 努力成为像他们一样的优秀特战队员 做党和人民的忠诚位置 在武警安徽总队 新兵团邀请曾参加过抗美援朝的老兵郑尊礼 和曾参加过国庆队兵的退伍女兵曹熙月一同为新兵授贤 仪式结束后 郑尊礼老人和曹熙月还分别通过讲述战斗故事 指导队列动作的方式 鼓励新战友们要长计职责使命 练墙个人本领走好属于自己的军旅人生路 今天我很高兴参加这次授贤仪式 我将以此次授贤为起点 倍加珍惜荣誉 始终坚定从军报国的理想信念 严格训练 练就过硬的军事技能 用无限的忠诚和百倍的努力 去践行我们的真正誓言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旧